每到921国家防灾日 各级学校都会进行逃生避难演练 为了加深学童的印象 大甲的德化国校先提前进行预演 模拟了地震发生时 要如何在校园内寻找掩护 以及安全的疏散到空旷环境等待救援 平时做好准备 才能够在警战时刻临危不乱 做出正确的应对处理 广播演练开始 学生们熟练的蹲在桌下躲避 模拟地震来临时的情况 大甲的德化国小在921防灾日前夕 进行防灾预演 藉由反复练习来加深学童印象 视线都有把这个逃生的一个路径 都跟告诉各班 那因为孩子其实他学习上面 还是要实际的一个 一个软过这样子的话会比较熟悉 所以会有一个第一次的演练 然后如果觉得不理想会增加第二次 那到最后一次第三次的时候 或者是第二次的时候 就会正式来这样子 那前套我们打开然后往外面移动 小朋友用桌垫或书本掩护头部 离开教室疏散 要远离建筑物 避免身处倒塌的危机当中 学生们各个熟练地进行演习 多年来的防灾训练 已经让他们都熟知避难流程 我们已经听得很熟悉啦 所以我们对任何步骤 都是要先趴下掩护 稳住 趴下就是趴着 掩护就是要找一个掩护 稳住就是要稳住桌脚 当然也可以躲在柱子旁边 不推然后不雨不跑 然后注意前方有没有人 就不要急 虽然对小学生而言 造成2000多人离难的 921大地震是久远之前的事情 不过住在位于地震带上面的台湾 需要时时刻刻保有防灾意识 在任何灾难来临时 才有机会可以寻求到一线生机 这来迎台中采访不到 好